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YDN的时间室 我是歪叔 据说有这么一种生物 它的再生能力异常强大 不管把它切成多少段 每一段都能重生成完整的个体 它就是蜗虫 据说曾经有科学家把蜗虫切成了200多段 结果这200多个蜗虫碎片都成活了 是不是很神奇 今天我们就买来了一袋蜗虫 来验证一下 蜗虫的再生能力到底有多强 诶 怎么就一袋水 好像什么都没有啊 哦 这么小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 就几个小点 我知道蜗虫很小 但没想到有这么小 刚刚把蜗虫弄出来了 我一共买了10条 但只找到了9条 诶 蜗虫怎么一下子变多了 数一下 好像变成30条了 好奇怪啊 大家注意看 每一条蜗虫都还活着 全部都在动 接下来我们把这30条蜗虫放进饲养盒里 然后让我们等待一段时间 看看蜗虫能不能长成完整的个体 哎呀 我差点把这些小家伙忘记了 今天打扫卫生的时候才发现 现在已经过去20天了 来看看蜗虫怎么样了 好像数量变少了 仔细数数还是超过10条的 可以看到它们还是会动的 我们放大一点来看看 看这条 伤口已经愈合了 长成完整的个体了 再看这条 这条估计是中间的部分长成的 仔细看它的头部 隐约能看到它的眼睛 两个小黑点 应该是刚刚长出来不久 还没有完全发育完成 看来蜗虫的再生能力真的很强 这条应该也是 头和尾巴都有点平 还没有完全长成尖尖的形状 但眼睛等重要器官已经长出来了 这条 小眼睛 还有这里 两条在一起玩耍 可以看出右边这条应该是头部发育成的 左边这条是尾巴发育成的 看来蜗虫的再生能力真不是吹的 虽然没有全部成活 也长得不是很完全 但伤口基本都愈合了 关键器官也都长出来了 可能最近天气有点冷 我也没有喂食物 长得比较慢 那接下来 我会继续养着这些蜗虫 关注我 等到天气转暖了 我们再来看看这些蜗虫能长多大 长得多完整 期待一下吧 我是歪叔 我们下期再见